其實昨天有四位香港青年 有不同的方法前往哨揚 打算進行一個怒濟的行動 是表達對於王陽先生的致謝和致祭 其中兩名成員就是蕭健通和陳詩韻 他們在過程中和我們都有保持聯絡 但當他們到達邵陽大概不足一小時 他們已經和我們失去直接對話的通話 他們今早就去到邵陽 他在今早8時多的時候就傳了這兩張相片 透過網上傳給我們 顯示他去到邵陽大祥區的醫院 在這張相片播了之後 在網上就沒有再收到兩位消息 過了沒多久就早上到9點3左右 蕭健通就打電話給我們 但沒有他的聲音 他只讓我們聽到周圍有些雜音 那一次就很短的通話 到9點半他再打電話給我們 亦沒有說話 但讓我們聽到周邊的聲音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有一些 我們聽到一些男人的聲音 不是他的聲音 但蕭健通是沒有跟我說過什麼的 在這個電話結束之後 無論是陳詩韻還是蕭健通的電話都打不通 去到11點54分的時候 蕭健通再打電話來 他沒有說話的同事 在通話裡面更加聽到兩個男人的對話 我們其實是懷疑他們是內地的公安 因為我們之前都知道他們行動的風險 也有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他們知道 即是說一定 如果盡可能 亦都是跟我們通電 開著一部電話 等我們在香港進行錄音 與此同事 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們朋友就去向政府要求一些協助 他就打了給李少光的一份公室 但他就轉介給他的同事 最後轉介了去入境處 那位入境處的職員 只是抄下了兩位的資料 就說會用電話來聯絡兩位人士 當然是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是失敗的 即是我們都在做的 那入境處的那位職員 都鼓勵我們去內地報公安 但是就沒有回應到 會不會主動去聯絡公安 去叫解回這件事 據我們所知 其實本來是四個人 用不同的方法去兆陽 那兩個人都知道 另外蕭健通他們 他們是相信未扣下的訊息 他們現在都回程回來香港 但是現在都還未過關 還未回到香港 所以我們暫時都不能夠說到他們 即是不方便他們的全名出來住 都希望他們可以順利過關 都慕容不明 都慕容不明 就不已發揮 是真是的 就是 muchís 賭人也不想 全面被放任無罪 釋放宵件偷及陳思韻 行使公民權利無罪 釋放所有民運人士 當然我們去到中後期就越來越多監控 甚至我們中間會試過買上網卡斷了 之後我們聯絡不太能聯絡到其他人 又收到很多消息說四陽那邊已經有五、六架車在醫院門口等等 很多很多消息 但相對於當時我們反而擔心另外兩位多些 因為他們自從今天早上說他們聯絡不了 已經被拘留了之後 我們都聯絡不了他們 所以都是想他們多些 其實你去到哪個接法 我們去到長沙 就是叫做入了湖南 但是我們將近要去搭公車上去邵陽的時候 才發現收到消息 結果在公車站前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密愛儀式 之後就發回來了 就算了 在家中心 biod cosas 到陸地方的時候 還算是 balm 就算了 那你在家裡 我感覺到 這一百塊 是 在家裡 你 感谢观看